冷財、暖潮、早塞的原因 那我想請教一下 心中有疑問 飲食、一般的飲食或是說 近代人的飲食習慣 會影響這個鳳凝、冷潮的早塞嗎? 就是理論上一些環境因素 是有可能會影響的 比如說環境荷爾蒙、灰溢素等等 理論上是會影響 不過一般我們在探討、暖潮、早塞的原因 我們不會特別把這些認為是主要原因 所以大部分我們還是會歸因說 是所謂原發性 就是不確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其實可以想像很多都是綜合的原因 整個加在一起 比如說它本身的體質 其實我們講體質的就是基因 就是它本身的基因是會讓它傾向暖子功能 退退比較快 你可能後天又受到一些環境汙染 PM2.5等等影響 有可能會讓它 就是暖子的功能會下降的更快 打電話 沒問題 好 就是